他不是聖誕 他不是聖誕 那些東西都是我 你應該說小時候 我以前看你 我記得第一場戲的時候 我跟他看到他我還會發抖 對 因為他臉很臭 我現在還是會發抖 對 我就發抖 你這樣臉很臭 三立電視30週年復仇大戲 天道所有演員起聚盛大開鏡 也讓過往的經典角色們 再次湊在一起 我覺得大家都很厲害 大家要跟他們對戲 我們都要那個 傷頭腦筋 而且我們都年紀大了 他就講我們講台語很賴 不會 會 他講得很爛的時候會公正 然後播出的時候還是會好 然後那個 我們那個編劇也很喜歡做夢想 他講一些台語的名字 這個很奇怪 我覺得滿期待的 直接我們之前的那個 不管是阿神 或是霹靂火龍蝶風系列 然後後面都加入這些都是 你以後的說我不管你了 那個說我不管你了 重新可以再 大家都抽在一塊 到處標籤性的 應該很過癮吧 因為秀琳是我的學姐 後來在台灣拉承的時候 她演活活 學姐這麼年輕演活活 然後演到現在 我們兩邊騎著給我 她生氣了 她生氣了 我們現在變狂貝了 我們變狂貝了 之前我們還曾經去 阿拉托 那時候也是滿折磨她的 對不對 這次還是嗎 這次我希望回來 還是折磨她的好不好 我很期待這次 她等一下講一下 在這麼多資深演員前面 演戲是很過癮的 他們剛剛講的那些 同學或玩那些東西都是我 你敢說小時候 我以前看的 真的 但那時候 這次都太經典了 所以其實那時候 因為我還才剛沒多久 剛演戲沒多久 所以這次真的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榮幸 雖然我們已經 大打過都好多次 但是其實還是很興奮 尤其最近越高越在打 女人前的一些片段 我覺得真的太經典了 所以很期待 有嗎 有 有看到 強大卡四大檔演出 不只觀眾 就連演員自己也高度期待 而老朋友們聚在一起 當然不免抖出一些成年往事 我記得第一場戲的時候 我看到她我還會發抖 真的喔 對 因為她臉很臭 我現在還是會發抖 對 我就發抖 你比較臉很臭 但是演過那一檔戲之後 我連私底下都叫 我們應該叫爸爸了 對 所以 好噁心喔 就順理成章啊 我們現在私底下 然後我也是兒子啊 什麼樣的 所以其實已經習慣了 雖然我跟她沒有差幾歲 差不到五頓手的算是出來 對不對 你看我的白髮這麼多了 叫我爸爸我也OK啦 對 我就叫她兒子 而且妳這麼久沒出現 都在馬上嗎 我都在帶孩子啊 所以說真的 我現在這一步是新人啊 真的搭你們要多多手下留情 因為我大概十二年 十二年沒有 因為我知道這一檔 孫雯姐要贏我就很開心 對 有一檔 孫雯姐是贏我媽媽 對 所以孫雯姐要出來贏 我就很開心 OK 地檔就跟老朋友 又坐在一起 對 完全的老朋友 這個就 沒關係了 好 有空 再多了 湊在一起 下午生不斷演員們 戲外的好感情 也讓人更期待到時拒絕 最終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啦 完全樂 總和報導 完全娛樂 對 孫雯姐要贏 對 孫雯姐要贏 對 孫雯姐要贏